其實在他火化完的當天 用手把整個樹脹下去之後 才知道說他真的是離開了 可是換掉一個角度 我也替他滿開心的 因為他不痛 我其實是在65年 12月23號的時候出生 當時其實就是跟哥哥 其實中間就是 因為我們是肚子黏肚子 沒辦法睡在一起 那一個睡就一個就是醒了 然後其實會帶來帶去 我們在9月10號的時候 開始分割的 醫生那時候有跟我們講過 我們大概只有活到10歲 因為那時候我們器官 其實沒有那麼多 有很多器官其實一人就一半而已 包含我們的肝臟 我們的腸子等等 所以那時候醫生覺得說 我們應該到能到這樣的話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奇蹟了 剛出生的時候是在助產室的 幫助之下出生的 爸媽媽媽也嚇到了 其實不太能去接受 然後就直接就 就把我們送到中山醫院以後 他就離開了 其實小時候跟哥哥的日子就是 醫院家裡 醫院家裡 小學五年級之前 我們過的寒暑假都會 希望我們送回高雄 跟爸媽媽有親子之間的互動 但是當時我們回去 我記憶很深很深 是其實媽媽都沒有在照顧我們 都是爸爸 早上我不能到我樓下去玩 然後頭也不能往外面看 都只能就是 就只能偷偷摸摸的這樣 過這樣的日子 爸爸會帶我們去醫院看醫生 但是都是那個清晨 五六點就得出門 然後晚上 然後好像被壓解犯人 然後偷偷摸摸看醫院 沒有人打得出去 其實我們一定會有怨恨 為什麼爸爸媽媽媽都不願意 跟我們在一起 為什麼你這麼不要 我們每天在一起 就只有彼此而已 我哥哥其實 我很依賴很依賴他 哥哥也比較細膩 很體貼每一個人 可是他在我心靈上 他就這樣 我沒有他不行 我每天就是跟哥哥聊天 然後我們最喜歡在一起的 就是晚上回到家 跟狗狗一起互相 然後一起看電視 這樣子 我們其實在國中的時候 然後高中的時候都有被欺負過 其實就是說要把你拐杖拿走 讓你沒辦法走路 或者是會扯一下你尿管 經歷太多類似這樣的事情 就看開了 因為覺得你去跟他吵 你永遠吵不過人家 哥哥每次看到我心情不好 就是陪在我身邊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我就是可能 就是臉臭臭的 然後看著電視 然後默默在我旁邊 然後就跟我講講話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媽媽就會把心情上面 就更加釋放 可以調適 其實我最佩服我哥哥的開朗 因為我哥哥的開朗 其實是讓我覺得 讓我最愛能安定心情的 就是哥哥 所以其實哥哥在我身邊 我覺得心情就會很好 哥哥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很重要也就是在這裡 媽媽的爸爸切 媽媽在那邊 爸爸 其實當時知道他們說 媽媽懷孕雙胞胎的時候 不知道說孩子健不健康 不知道我孩子 會不會跟我一樣的狀況 又是雙胞胎 我們有沒有能力照顧到他 而且是兩個 一次來兩個 對我們來講其實壓力蠻大的 不管是金錢上 或者是教育上 我是生活上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朋友 其實我當父母以後 我就知道說 那個壓力是真的 不能怪我爸爸媽媽 這不是 那個其實是環境 外面很多人給他一些壓力 導致於他 他選擇就是 單獨的自己去面對這些問題 然後我自己當父母親了以後 其實我面對的也是很多人 想說你養得起嗎 你要怎麼照顧好你的孩子 你有什麼能力照顧好孩子 可是我就是還是要做 只要我健康的一天 我就是會照顧好的孩子 教育好的孩子 我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都希望說是 我先走 其實哥哥早上 當地發生事情的早上 應該說下午三點吧 還跟我講完電話 因為那時候 我們要過年努力在賣花生 然後賣東西 還跟我講 我們今天要送貨 要送到哪裡去等等的 那時候三四點而已 然後晚上 本來隔一天 他要來林口來找我 然後可是晚上七點多 我突然接到醫院的電話說 哥哥狀況現在有問題 請你趕快來醫院 他意識不清 然後我就衝到醫院去 本來以為是 他只是腦部發音 因為他只會抽搐 但是已經沒反應了 腦子是一片空白 我覺得他只是 出國去走一走而已 我沒想過他是會離開 其實到現在我覺得他 他應該還是這樣 他只是出國去走一走 只是這次去玩比較久 可是其實在他火化完的當天 用手把那個 整個樹張下去之後 才知道說他真的是離開了 但是我也想覺得哥哥你 你明天會不會來看我 後來我們一直去吃飯的地方 就覺得他可能是熟悉的聲音 可能會從哪個地方突然 對 可能會從哪個地方突然出現 其實我最想讓他講說哥哥我好愛你 沒有 真的好好跟他講過這句話 是我們兩個的夢想 可以一起去坐郵輪去走一走 也希望說你有機會可以去 可是最後沒有 對 可是換掉一個角度 我也替他滿開心的 因為他不痛 40年來都是人家在照顧我 我現在只能用我的嘴巴 去分享生命的力量 我現在疼痛的次數比以前更高 做治療次數也比以前更頻繁 我真的只是想要好好的 把哥哥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連我這樣的人都可以有孩子 你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 期望 我讓我看看 你在 кос事情 你都沒有了 在 想要 答案 你 吃